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上新的内容 那么这一展解的内容是这个软膏剂和乳膏剂的生产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以前上的这个实验实训的内容 首先是软膏剂呢,它是指药物与油脂性或者这个水溶性之质混合制成的这个均匀的半固体外用质机 那么乳膏剂呢,它是指药物溶解或分散于这个乳状液型机制中形成这个均匀的半固体外用质机 两个机制呢,它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它们都有这个两种特点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软膏剂,它是具有热敏性和触变性的特点 它能够长时间贴附在我们比如说这个用药部位这个皮肤上 那么对于皮肤这个粘膜和创面啊,起到保护和润滑和局部质量作用 比如说这个消炎啊,杀菌啊,反腐啊,收敛啊等等作用 那么第二点就是某些药物它透鼻吸收过以后呢 它可以,也可以产生这个全身质量作用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这个贴剂,软膏剂呢 按药物在机制中分散状态不同的可以分为这个农液型软膏剂 和这个混玄型乳膏剂,那么农液型软膏剂呢 它是指药物融解或者共融于这个机制或者机制主分中形成这个软膏剂 混玄型软膏剂呢,它是指药物细粉均匀分散在我们机制中制成这个软膏剂 乳膏剂呢,它是由于这个机制不同的 又可以分为这个水包油型乳膏剂和这个油包水型乳膏剂 对于这两种制剂呢,我们重点要想起它的一个生产工艺流程 那么这里有一张这个软膏剂和乳膏剂的这个批生产流程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两个关键环节有很重要 就是这个配置和这个冠风环节 那么当然还有这些检查环节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对这几个药剂生产环节进行详细的介绍 好,我们现在就下达一份软膏剂和乳膏剂的这个批生产指令 学习一下我们需要如何做 我们下达一份软膏剂和乳膏剂和乳膏剂